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耶稣进了阁法翁 有一位百夫长前来到他跟前求他说 主 我的仆人瘫痪了 躺在家里疼痛得很厉害 耶稣对他说 我去治好他 百夫长他说 主 我不堪当你到我舍下来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会好的 因为我虽是属人泉下的人 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泉下 我对这个说 你去 他就去 对另一个说 你来 他就来 我对奴仆说 你做这个 他就做 耶稣听了非常诧异 就对跟随的人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在以色列 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 有这样大的信心 我给你们说 将有许多人 从东方和西方来 红亚巴拉 伊撒格和雅各伯 在天国里一起作息 本国的子民 反而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 那里有爱好和切齿 耶稣虽对百夫长说 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 给你成就吧 夫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 耶稣来到伯多禄家里 看见伯多禄的岳母 躺着发烧 就摸了她的手 热症就从她身上退了 她便起来伺候她 到了晚上 人们给她送来了 许多附魔的人 她一句话 就驱逐了恶神 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样就应验了 那件先知 伊撒伊亚所说的话 她承受了我们的脆弱 丹喝了我们的疾病 天主的一句话 万物形成 天主的一口气 万象发生 耶稣的一句话 治愈了患病者 数天的能力 超出我们的想象 如果主愿意 一切都是可能的 很多时候 教友给我微信留言 神父 请您为某某弟兄祈祷 祂祝愿了 神父 请您为某某姊妹祈祷 她患了癌症 神父 请为我们全家献祭祈祷 求主恩赐我们 和睦平安 凡事收到需要祈祈祷 祈祷的信息 我通常立刻祈祷 愿天主 抚听 祈求者的愿望 虽然我们相隔两地 但是天主的大能 超越时空 超出我们的想象 天主爱每个人 愿意分尸 祂的爱 关键就在于 我们对祂的信德 全心全意 信赖主的人 必然有一颗 属于祂的心 信赖天主 不单是为了获得 所渴望的 而是与主合作 成行天父的旨意 祈祷时 我们不强求 天主必须 抚听我们 所要的结果 而是完全地交托给祂 成行祂的旨意 每当得知天主 抚听了我们的祈祷时 心里特别高兴 对天主的信德 将坚定 信赖天主 不是交易 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回应 以天主为中心 让自己成为天主的中心 可以说 全心信赖天主 就是超越自我的条件 也是天人合一的开始 我们的生活 往往是在增加心灵的重大 因为现实 让人很自然地完全依靠自己 而无法轻易舒适 交托给你 很多时候 我们也会迷失道路 找不到 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其实 人的真正价值 在于光荣天主 努力回应 天主的自己 做天主的事 愿我们生活中 遇到的任何事物 都问问 主的意识 是什么 然后 信赖 全心全意 交托给他 祈求 他的记忆 成心 主耶稣 我信赖你 求你尝尝 抚听我的呼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mba MV.com